丰田汉兰达多年来一直是中型SUV里的标杆产品 无论如何换代 汉兰达的销量一直都不错 不过从去年开始 丰田旗下的车型开始使用了全新的家族式设计 汉兰达同样也不例外 日前全新汉兰达终于和大众见面 全新汉兰达和此前的RAV4一样 使用了新的家族式前脸 六变形的大嘴很凶恶 上扬的大灯和棱角分明的雾灯区域 视觉效果犀利 整体效果比现款要漂亮的多 其车身也继承了以往丰满的风格 车门上一条特殊的折线很有格调 另外车身的A柱采用了纤黑式设计 让整车具有不错的运动感和年轻气息 车尾的造型相对平淡并没有太亮眼的地方 全新汉兰达车内的变化也非常的大 造型新颖 硬派 12.3寸的大屏幕 但并没有使用全液晶仪表 全新汉兰达也搭载了丰田制行安全系统 带有全速域自适应巡航 车道偏离 行人监测等高科技配置 新一代的汉兰达内部使用了223和232的布局 空间表现和以往差不多 动力上 新汉兰达有燃油和混动两种动力 燃油板搭载了3.5升V6发动机 峰值扭矩368牛米 匹配8AT变速箱 而混动则为2.5自吸加电动机的组合 功率240马力 更有两驱和四驱可选 全新汉兰达预计明年就会正式上市